每次的筆試每次的口試 我都要再花時間 再review再review再review 我還很擔心 怕自己問了一些 好像一直重複我的問題 但他們都不厭情煩的一直教我 我後來才知道 這十個月過去了 我知道為什麼我們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證明我不只是一個 YouTuber 各位早安 今天呢是 a big day 我其實沒有做太多的介紹 然後就 就前一段就是我被in complete 今天in complete 沒有通過考試 數三七講到花蓮 太複雜了吧 考官說 資訊沒有很完整 今天明天 反正就是今天天氣 跟之前我飛的天氣都不太一樣 還有那個結構結冰 的符號 就比較少遇到這些情況 然後就 in complete 然後後面呢其實我有去複習 今天等一下考試呢 我一定要過 如果沒有過的話呢 他們可能就要回報給CAA 回報給CAA的話就是 你可能要過了一個多禮拜之後 你才能再次重考 所以就真的比較麻煩 所以我今天考的是CAA oral 也就是上次被in complete那一段 其實我最近也發生了一些事情就是 我要去美國轉照也蠻麻煩的 可能等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之後會再好好幫你們探索一下 國外到底要怎麼轉 轉照真的蠻麻煩的 而且不見得有那麼多學校 願意幫我做轉照這個部分 好 我當初都不知道這件事情耶 後面的麻煩事 我們就後面再想吧 這是我們的考官達比 好 達比那要交給你了 不是要給你考試了 是了是了是了 今天在加油 今天在加油 考完了 達比有過嗎 有有過有過 耶 OK 用心的去做那個準備 你要找什麼 一定要不知道那你可以不然查到 這我們想看到 跟邏輯推移都很好 先故意繼續加強 好了 加油 謝謝達比明天見 好明天見 今天是我最後一次飛安捷的飛機了 最後一次 我一定會懷念這個觸感 我們每次出發前都要檢查飛機 看一下 放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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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飛了 好 每天只有2.0 好 最後一次T-scan 好 好 0 使用1.65G 殘留在2...2...3.8 大概剪...我先剪個2好了 1.6剪個2比較剛好 所以我剛剛講說我會大概剩20...21 I can fly 4 hours 就是他還動 OK MX11, runway 04, wind 0 to 0 degrees, 8 knots, clear, touch and go, after touch and go, turn left to in wet traffic circuit MX11, runway 04, careful, touch and go, after touch and go, turn left to join 4 seconds APEX11 打碧有過嗎? 有...我今天有過了 為什麼我覺得... 要哭了...要哭了... 不是... 那個手錶其實我覺得弱得一般般 那再加一塔吧 不要啦 對...我是範圍內 其實我們操縱都還蠻穩定的 謝謝 一路下來成長蠻多的 啊~~~成長很多 10個月 10個月 你說我一路下來的成長嗎 對 我覺得... 一路下來的成長 對啊 對啊 我其實一直覺得... 我一直覺得... 我的手感是... 還不錯的 夜心也覺得我的手感不錯 但我覺得... 其實一開始要背這些東西 我很痛苦耶 因為我腦袋沒有辦法 那麼快把這些東西背起來 但是我沒有想到10個月之後 我這樣可以... 就是每次都可以很順的講出來 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也比較冷靜 像比如說風比較大的時候 比較容易跟他對抗 就不會說... 這樣子 那一開始會一直說 啊!你哭我大!你哭我大! 然後就在亂用 但現在的時候就是... 覺得... 我先抵抗他再說 你就會覺得... 其實... 你都學了起來 要... 要有自信 有...要有自信 真的...真的沒有想到... 就...學完了 啊...這條路好長啊 哈哈... 再講我要哭了啦 答兵 現在... 可以哭... 笑死你了 對... 不...不...不...不簡單啊 尤其是等那個close country等到這個快發瘋了 對啊...真的 他說超辛苦 對啊... 講到我真的想哭了 而且...那時候我還跟答兵說 如果我真的... 沒考過 我可能這邊就會放棄 你還記得嗎? 有啊... 就最後那時候 就很怕自己... 就是... 我又覺得可能也被時間擠了吧 對啊 對對對 本來想說就直接放棄去美國 好啦 好... 你要拿片子對不對 愛哭鬼 沒有啦 沒有啦 啊靠 我問了 皮卡 皮卡 恭喜恭喜 妳 pretend要來玩A Whole party 要拍 Wed 沈杯沈班 掰掰 怎麼會被罵了 終於結束了 謝謝謝謝 再一次握手 恭喜更新 以後看我在美國杯 嗨各位 這是我 最後一次在這個 房間裡面拍 結尾 好還沒開始講 我就想哭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想過要完成一個夢想 需要多少努力 其實今天教官在飛機上面跟我講說 你們有覺得自己這一路上 成長了 很多 所以我當下後面講到有點哽咽 因為 我知道我會完成這件事情 但我沒有想到 就有多難 一時一開始只想說 給自己一個挑戰 然後可以完成這個很不可能的任務 但我不太確定就是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很酷 但因為經過了這麼多天的上課 也經過了許多的崩潰 課被取消 每一次的考試及格 因為每一次的考試被廢 我在去年的時候 年底也遇到一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 我被許多 就是網友攻擊 我知道雖然這支影片 拍出來可能也有很多人 會用 愛你不夠專業 或是愛你愛哭 的角度來看我 我想要讓他知道 我這一路走來的心境是什麼 很多人都發現我 我後面出了很少支 拍攝 飛行的影片 很多同學 很多教官都不斷的一直在幫我 甚至是我在去年 遇到那些事情之後 其實我心裡很難過 我不太敢拍攝 我很怕影響到 腳掛他們 因為我知道我是一個半公眾人物 我不想害到他們 因為在台灣的航空間 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地方 我為了要自己 記錄自己成長的過程 如果害到他們未來之樣 我真的會很難過 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所以我後面才一直不太敢拍攝 但他們沒有因為我 而不幫助我 每次的比試 每次的口試 我都要再花時間 再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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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很擔心 怕自己問了一些 好像一直重複我的問題 但他們都 不厭情煩的一直教我 我後來才知道 這十個月過去了 我知道為什麼 我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證明 我不只是一個 YouTuber 就只是一個 拍著影片就可以賺錢 拍著影片 紀錄生活 就可以爽爽過的人 我想要證明自己是一個 能夠做不一樣事情的人 雖然這件事情 對某一些人來講 不會很難 這不是一個 光是體力跟毅力就可以完成 他還需要腦力 還有記憶力 還有 不怕的心 雖然花了很多的時間 才完成拿到這個PPL的證照 真的非常難得在你畢業之後 還可以到一個環境裡面 認識一群一起 往著夢想邁進的人 所以當教官在問我說 有沒有覺得 一路上成長不少 就原本要放棄了 因為一直 天氣不好 排不到課 考不到 又覺得自己手趕快沒了 就是太久沒飛 很怕自己又再演 再演 再加上我還要去美國換照 種種的壓力 我就覺得 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完成 我很感謝自己完成了這件事情 也讓我在我年輕的時候 做了一個 曾經沒有想過的夢 但我實現它 很謝謝大家 剛才哭吵抱著 小飛機 對我來說 這真的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下一趟 就是要再去美國 把我的執照換成FAA 我才能在美國飛 是在台灣CAA的執照 大多數國家是不被認同的 所以我一定要換成美國的執照去轉照 所以我後面還有很多路要走 繼續加油囉 好啦 喜歡想要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卡卡小鈴鐺 加油 我會去旅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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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旅立的